花莲市公所举办的2020爱花莲做环保全民哈建走活动 17号下午在太平洋公园登场 吸引了上千民众热情响应 市长魏嘉贤也率领公所团队 和花莲乡亲一边建走运动一边看无敌海景 享受建走的乐趣 花莲市公所举办2020爱花莲做环保全民哈建走 17号下午在太平洋公园树光广场出发 市长魏嘉贤表示 建走是最贴近民众生活习惯的有氧运动 除了可以维持体态 也可以预防慢性疾病 减少衰弱症还有舒缓压力 而市公所定期每年春季举办建走 从前年开始秋季也举办建走 希望可以借此来增加花莲乡亲的健康体魄 那今天在我们17号的下午的时候 我们办了一个全民哈建走 那现场来了非常多的民众 有几千的民众到了现场 来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那我们持续办理建走也办了非常非常多年 那也得到民众的一个认同跟认可 那每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民众都惜家贷倦 那我们现场除了建走之外 还有我们相关的市集 还有音乐表演等等 那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活动 也欢迎所有的朋友 未来我们欢迎市公所举办任何活动 都可以持续来参加 那接着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年底 2020太平洋重古马拉松 在此也要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有报名的务必一定要前来 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民众 都有固定运动的习惯 也配合体育署 那我们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运动人才 在花莲 那不论是由年轻的到长辈的 都有一个适性的一个运动 能够来做相关的一个活动 在健身教练带领大家做有氧健康超暖身之后 千人在鸣腔身中从树光广场出发 往北沿着树光桥到花莲港鸟踏石公园折返 全程大约是3.5公里 4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 非常适合全家人一起来建走健身 玩走全程的民众还可以拿到一张摩彩券 还有玩走礼一份 现场还有许多摊位提供有奖侦达 玩游戏拿好礼 让活动更加丰富有趣 而最后就是摩彩了 这次施工所提供摆项摩彩品 让民众都玩得好开心 借许丽琴花莲市报道